10年估计大多数人都经历过,或多或少而已,今天我们重点来说一下,为什么会产生失眠,以及如何改善,什么是失眠? 来看下面两个问题,一,你很难入睡吗?二,你很难进入深度睡眠或保持熟睡状态吗?如果你有上述两个问题中的一个,就可以认为是失眠了,当然,失眠也分很多类型,比如临时短期的偶尔失眠,以及长期的失眠,下面有个失眠量化表,我们可以大致参考一下,这个雅典失眠量化量, 是用来帮助失眠和睡眠障碍的判断的,其中,前五个量化因素和夜间睡眠有关,后面三个和白天功能障碍有关,你可以自己简单评估一下,只看前五项,如果得分大于等于六,就可以作为失眠的一个判断标准了。 据统计,有77.4%的人,认为是工作,生活上的压力和焦虑,是影响睡眠的罪魁祸首,失眠地图中也对失眠涉及的职业进行了统计,IT行业,广告公关,公务员和学生是失眠人数最多的四个群体,也都是压力比较大的职业, 所以失眠症实际上可以称作现代病,现在社会节奏加快,压力加大,失眠的人也就随之增加,有没有哪些可以推荐的睡眠习惯? 一,睡前让自己安静下来,可以说一些放松训练,比如冥想,复视呼吸等。 二,不要怕失眠,越怕失眠,越易失眠,大家需要明白,正常人都有失眠的时候,偶尔的失眠,不会对人的日间生活造成很大的影响。 三,建立睡眠前奏,四,等有睡意才上床,五,躺在床上时不要想破自己入睡。 睡眠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,试图强迫自己入睡,只能让自己更睡不着,这时可以尝试离开卧室,并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活动,如读书写字,当感到困倦时再上床。 六,除了睡觉,性生活外,不要在床上做别的事情。 七,每天同一时刻上床,同一时刻起床,能帮助建立生物中。 八,简短在床上躺着不睡的时间。 九,不要在白天打盹或者小睡,白天保持清醒状态,有助于夜间睡眠。 不失眠的人打盹或午睡时间,也不要超过30分钟。 一零,如果入寝超过30分钟不能入睡,便要离开床,在半夜醒来时间超过15分钟,就要离开卧室,再次有困意的时候再回到卧室。 失眠的饮食要求,一,补充能疏干减压的食物,如绿色及口感带酸的水果,如柠檬,猕猴桃,梅子及绿色蔬菜。 二,适当的三餐分配,早餐吃得丰盛充足。 五,午餐适中,晚餐则清淡少量,规律饮食能帮助睡眠。 三,镇静情绪花茶,如玫瑰花茶,薰衣草茶,若要加强醋眠效果,可以加入少量具安神作用的酸枣仁,一起喝。 四,饮食清淡为宜,避免高油脂的肉类及蛋糕点心。 五,睡前用热水泡饺和喝牛奶,有助睡眠。 六,若半夜醒后不能再睡,吃三到五片饼干,喝一杯葡萄酒,即可入睡。 七,烦躁不易入睡时,喝杯糖水,生成大量血清素,抑制大脑皮层,来源网络。 七,烦躁不易入睡眠。 七,烦躁不易入睡眠。